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至四十二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赫西玛丽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 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 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要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苦服在地祷告说 如果可能就叫那时候离开他 他说阿伯父说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睡着了吗? 不能警醒一小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心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跟先前一样 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 他们也知道怎样回答他 他第三次来到他们说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在睡觉安劫吗? 救了 时候到了 看那人只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那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 圣经读不 现在将时间交回给主席 今天我们有梁牧师在我们当中 就是我们正读的题目 是愿照主旨以成就 我们有请梁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网上 也要藉着这段时间 一起来敬拜 也藉着这段经文 进入一个可以说 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畏 但是也是很沉重的历史时刻 一些圣经学者是这样形容 说这段的圣经 是将我们引进到一个可以去 领受到耶稣基督 怎样是一个很面对 即将被门徒出卖 以及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 他很挣扎的一面 我们希望今天藉着这段经文 我们去经历一下 第一 这是在喀西玛利园 主耶稣基督和门徒的经历 特别我们想在这个经历当中 去注视一下耶稣基督 在祷告里面的挣扎 然后作出一些适当的反省 和让经文给我们的启发 所以我们是这样进入这段 历史上很沉重的时刻 当日耶稣基督是在宇折 从门徒吃了这个晚餐之后 出卖主的犹大已经离开了 他就带着十一个门徒 去到橄榄山上面 橄榄山上面 是很多有私人的原子 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 就是公开的花园 但是在这个橄榄山上面 是有些不同的玄户 是有这些的原子 这些圣经的学者 就解释耶稣基督 相信是有些朋友 让祂能够是可以去 时时都去进入的 因为当犹大 带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他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 来落脚 那一离开耶稣基督 是被出卖的时刻 真是很短很短的 耶稣基督就带着门徒 来到赫西玛利园里 就叫门徒 你们坐在这里 我就去祷告 在这段时刻里 耶稣基督的心情 十分难过 十分沉重 马可在他的形容里 他说 耶稣基督 驚恐起来 极其难过 就带着彼得和雅各 若翰三个再走前一点 把其他八个留下 在圆里面 他再走前一点 就带着三个门徒 再一次地跟他们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要警醒 在这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面对这个 被出卖和死亡的阴影下 他真是很渴望 能够可以藉着祷告 去和慈爱的天父相伴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很多时候 祂是独自地来到天父的身边 甚至是整夜的祈祷 尋求神的陪伴 在这段这么艰难的时刻 他就是来到祈祷 一个人祈祷 虽然他是一个人祈祷 很多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但是 这次他是带着 特别这三个 美德、雅各、约翰 是再走前一点 是和他在一起的 虽然他就是再走前一点 自己祈祷 但是在这样的形容下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 除了想得到天父的相伴 也希望他这帮门徒 给他一些知心朋友的相伴 有时 有时 当人们经历过一个很辛苦的时刻 或者我们不是想人 是怎样的出手帮我们 或者不是去寻求 别人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忠谷 或者是解释 但是我们也很相信 人是有这个需要 就是想有些人 就在身边也好 是 听听我们一些素苦 或者他不需要出声 就是在我身边 和我一起走过这段辛苦的时间 已经是足够了 比方来说 当日这个药伯 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的时候 他损失了疑慮 和很多财物 甚至自己身体的健康 甚至受到重大的打击的时候 他这三个朋友 是很好心 来到想慰问他 但是 他们可以说 虽然是好心 但是做了一些很不自慰的事 因为他们是 是想寻求一些 解决他的难题的方法 甚至就是浓口犯不住 其实当日 如果他们闭口无言 就这样相伴 若白的旁边 这个伴侣 讨告的伴侣 所带来的力量 我相信更加是 给到人的安慰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安慰人 都不需要太过去 心急想着 为人去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去解答 一些疑问 我们陪伴 我们陪伴 懷着一个同情 怜悯的心 其实已经是帮助了对方 很大 现在在这个情境里 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叫门徒 你们坐在这里 我再走前去 你在这里 就要警醒 其实 其实耶稣基督 也没有叫 亚国 其实在这一段的时刻里面 耶稣基督 他极需要 添付给他的力量 人所给他的 真是会很少很少 在池列我们见到 经文里面 其实这些门徒 真是带给耶稣基督 是可以说 是没有什么 很实在的支持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 真的要靠他们代讨 就真的会很失望的 从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都见到 耶稣基督 这个人性的一面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 虽然他是满有荣耀 尊贵 满有能力 能够可以从死人的当中里面 将他们来医治 叫他们得到 可以从死里面覆没 但是当他面临这个时刻的时候 他也是心里极忧伤 几乎要死 几乎要死 好了 我们现在将焦点 看看这三个门徒 在这三个门徒当中 带了彼得、雅各和若翰 可能我们会看看 究竟他们在当中 又扮演了什么的角色 在彼得和主的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彼得对耶稣基督的忠心 以及他的爱意 是真的表露无为的 因为在先前 耶稣基督对门徒说 你们都会跌倒 会离开我 但是彼得就立即回答 虽然众人都会跌倒 但是我不会 耶稣预言说 你都会三次不认我 比特还要激烈地说 他说 不是 我是很坚决的 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 也绝不会不认你 这是《麦克福音》第十四章 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二 其他两个雅各 和若汉西皮戒的两个儿子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又如何呢? 当日他们求耶稣基督能够在祂的左边和右边来陪伴祂 希望甚至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 都能够一个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 那当日耶稣基督就反问他们 你知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他们也都是耳口同声地说 你所喝的杯我们能够喝吗? 你所受的洗我们都能够受 你的经历我们都愿意跟你一起的共动 人生里面很难得找到一些可以知心的朋友 是愿意跟我们共度在艰难的时刻 真的很难得 但是当耶稣基督叫他们 你们留在这里 你们警醒祈祷 免得你们自己受到施探 耶稣基督不是叫他们为耶稣祈祷 是为他们自己祈祷 因为耶稣也知道在很短的时候 他就会被出卖 门徒也会经历这么沉重的打击 所以在这个克西玛利园的经历里面 耶稣基督就提醒这三个门徒 你们要警醒 他们的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祈祷之后一段时间回来 看到他们睡着了 主就对比得说 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一小时吗? 总要警醒祈祷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圆弱了 于是耶稣基督又去祈祷 他说的跟之前的一样 四十节 他又来 见到他们又睡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实在太过累了 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主 当耶稣基督第三次回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仍然在疲倦当中 睡着了 在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真的看到 彼得、雅各、约翰 他们虽然真的坏着 很想和主经历这一刻的时候 但是他们真是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圆弱了 令我们真是可以思想到 我们真是靠着我们的血气 靠着我们的肉体 真的有时我们是很想做 都不能够可以达到我们的梦想 或者达到我们的理想 或者我们所做的 我们真是有心就无力 这是人的极限 我们不会太过责怪 彼得、雅各和约翰 当日里面也没有这样责怪他们 但是这里可以给我们 多一点点思想 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些要处理的事情也好 或者经历一个很难走的路程也好 无论是心境也好 或者真是要处理一些事情也好 真是有些事真是心有余而不足的 我们真是要需要 好像耶稣基督说的 要警醒 要去祷告 在祷告的当中里面 去求神 加给我们的力量 即如耶稣基督自己的祈祷一样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要我们 如何用尽我们自己的 可以说肉体的能力 如何大声 如何用一些言语 去好好描述我们自己的情形 其实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就可以真是 可以很亲切地来到神的面前 就将自己放在祂的手里面 求主的灵 是亲自地去带领我们 去加给我们的力量 所以圣经有句说话 非势力 非才能 赖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就是这样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面对试探的那一刻 我们真的需要 靠着主的灵 在祷告里面去找祂 去将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中 在这个挣扎里面 我们看到彼得、亚国、若汉 真的不能够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虽然他们就是 在耶稣基督旁边 不是很远的地方 好了 我们现在将焦点移去耶稣基督 在这个祷告里面 祂自己的心路和祂的挣扎也是如何 三十五节 圣经说 祂就少往前走 伏在地上 祷告说 如果可能 就叫那时候离开他 他说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切去 然而 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相信耶稣基督的讨文里面 是不止这两句话 但是我们可以见到 那个重点 借着马可的描述 表農无畏 在这个祷告当中 我们不单能够 真是 体验到耶稣基督所说的 他心里面的极沉重 甚至是忧伤到几乎要死的心情 因为他知道在短短的小时之后 他便会被尤大出卖 他不是说因为被出卖而是惊放 也不是说因为受到以色列人的拒绝而是痛苦 也不是说因为单单面临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欲而是死亡所带来的痛苦 虽然这些都会临到他的身上 他会经历过的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耶稣基督是因为被出卖 因为要面临变伤 甚至被人侮辱和死亡而是恐惧的时候 我们真是看低了耶稣基督 正如一个浸讯会的牧者施宝珍所说的 如果我们想像耶稣基督 是像一个懦夫一样去面对前面的十字架道路 我们真是羞辱了主 因为门徒在将来也会受到人的迫白 受到犹太人的拒绝 欲骂甚至会受死殉道 而耶稣基督会不会被他们的反应更差呢? 当然耶稣基督绝不是一个懦夫 因为昔日在圣经里说了三次 他跟门徒说他会去耶路撒冷 他就会被人拒绝 当时他是面对耶路撒冷 是面不改用 甚至也是将这件事 预先跟十二个门徒说 他怎样会遭遇祭司长文士的拒绝 甚至将他定罪交给外邦人 会被弃弄鞭打甚至被杀害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是因为的事情 是不如祂所愿 而现在是带着一个恐惧的心情 来求求神的帮助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满有心里的定力 因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 看到当他面临彼拉多的时候 彼拉多问他 你知不知我是有权可以释放你的吗 耶稣基督能够可以很安定地回答他 因为主权不是在人的手里面 也不是在当日的官长彼拉多的手上 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说 不是因为人对他可以做些什么 他会心里面难过或痛苦 甚至悲伤到快要死 来到一个浪夫的反应 反过来他是十字架 也是安慰旁边那个被处死 而向他示出信心的大策一样 耶稣基督说 你今天就会在乐园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争扎里面 这个不是因为他面临痛苦死亡的争扎 而他的争扎是什么的争扎呢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回应 在这个讨文里面我们就知道了 耶稣基督说到 《父啊求你将这杯切去》 如果可能的话 求你将这个时间切去 这个时间或者一个杯是说到什么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也时时用神的杯来表达神的审判 即如在《旧约耶利米》书 耶利米先知是向以色列人调喻说 他说 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 你从我手中拿这杯奋怒的酒 给我所差遣你去各国的百姓喝 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斜 并要发狂 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 所以这里的杯 是很清楚说到 是神的责备 神的粉弩的杯 除了耶利米书 是诗篇七十五篇 也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今天就不会读出 在《启示录》 也是用神的杯来描述神对罪的刑罰 《启示录》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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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杯就是代表神为罪而发出的惩罚 所以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时刻 祂不是恐惧人在祂的身体上 或者在祂的生命上所带给祂有什么痛苦 而祂的挣扎就是面临这个神 愤怒的杯 圣洁神 要处理去审判罪人的刑罚 祂现在要为罪人以去承担的刑罚 是这个神的愤怒 即如施宝珍牧师这样说 他说当耶稣基督面临这个苦杯的时候 其实祂的心境是如何呢 祂就知道祂现在是一个无罪 是神的儿子 现在要好像当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样在神的面前 祂虽然是无罪 但是祂就是将世人所犯的一切罪 而背在自己身上 他现在可以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祂虽然是神的儿子 但是祂已经代替了人 是一个罪人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你们可以承担 神这个愤怒的杯 神对罪恶的懲罰 这是何等大沉重的代价 一个没有犯罪的 现在要亲身承担一切罪 是否会很难受呢 第二 除了是一个为我们赎罪 一个代罪的身份之外 耶稣基督承受这个杯 也是带来神的利息祂 当日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不是因为祂的痛苦而呼叫 祂是大声地在十字架上面 跟神的呼叫 神啊 为什么离开我 什么离开我 我们看到这段时刻 耶稣基督知道 祂被卖和被杀的时刻 就是代表祂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的目的 所以祂的呼求 对天父的呼求 说阿爸 父啊 也带出一个很亲密的呼叫 就像一个小朋友 来到爸爸的面前说 爸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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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这个圆文里面 也都是很少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或者是人祈祷的时候 这样称呼天父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一刻 他知道祂要面临为人赎罪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会与祂的慈爱圣结的天父来分别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被神的气绝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一刻 也都不其然的 喊出 阿爸 爹地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子撤去 然而 不是照我所愿的 乃是照你所愿的 从另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 讲到耶稣基督是非常痛苦焦虑 祷告更加狠切 甚至寒如大的血点滴在地上 当日也有天使从天上显然 所以在这个挣扎里面 其实耶稣基督是把自己完全放在天父的手中 因为祂的祷告说 不要照我所愿意的 如果以人的角度来说 当然某一个人是愿意受死 某一个人是愿意 跟他的亲人离弃 被亲人离弃拒绝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 祂的受死 祂的被杀 被卖在十字架上的死 虽然不是个人是想见到的事情 然而如果是神的旨意 祂是愿意去承担 正如在旧约 以赛雅书说得很清楚 五十章 是十字架 耶和华的旨意 所以就要压伤他 使他受苦 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十分熟读 他的旧约的圣经 他也知道 事事是引用在旧约的经文 来到在他的生命里面 去知取力量 也从圣经里面 去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基督知道 他来为人赎罪而死 这是神的旨意 当日在《门徒》当中 他也没有这样说过 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遣我来那位的旨意 完成他的工作 意思就是他的需要 人的需要就是食物 耶稣基督的需要就是 他愿意所很渴望地做的 就是遵行差距离的天父的旨意 有一段经文里面也很清楚说到 因为人指离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那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属价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讨告当中 他相信他心里面是极为沉重 但是经过这个挣扎 他是愿意为人 承担罪的代价 承担罪的代价 以一个赎罪的身 来接受圣洪 来接受圣洪 来接受圣洪天父 他会付出什么极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 作出一些色彩的反思和启发 第一 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 为你为我 而是献上他的生命 他自非如此愿意 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来牺牲 为我们赎罪 我们今天 怎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呢 所以第一 我们真的要感恩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 来到去感谢主的大爱 主的恩情 有哪一个人 真的会在今生为我们来死呢 我们值得耶稣为我们而死吗 我们值得耶稣基督那么爱我们吗 我们真的那么可爱吗 即如圣经罗马书那样提到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顶撞神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还劣 是一个沉迷在我们自己的软弱 和罪恶当中的时候 无希望的时候 甚至我们也不知道神 或是当神不是一回事的时候 神已经插显了祂的独身而止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寻找我们 甚至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来去献上祂的生命 这就是神的爱 有哪一个的爱 比如此更难呢 第二 这个赫西玛利园的经历 带给我们一个反思 而就是心灵和肉体的挣扎 耶稣基督当日说 门徒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圆弱了 很多时候 在我们对神的关系也好 或者我们的侍奉也好 我们的心是很愿意 但是我们就好像做不到 我们靠我们自己 真是很软弱 真是很多时候 好像那些门徒那样 会很失败 令到主很傷心 会跌倒 因为我们 就算多么自己去 极力的撑也好 好像门徒那样 一眼睛都打不开了 根本你就会睡觉了 比方来说 如果好像说 禁食祈祷那样 我们不知道大家的兄姊妹 在今天有没有禁食祈祷的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 当我用禁食祈祷去亲近神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真的很愿意把这段时间 完全去亲近神 但是我的肚子 很多时候就提我 你要吃东西 或者心里面 就会想到其他东西 所以这是心灵和肉体的挣扎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预见 和经历到的 那怎样才能够得胜呢 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祷告 在祷告的当中里面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们人今天有生命 就是神的灵把他的气吹到我们身上 很清楚地说 我们真的需要神 只能有能力 需要神 只能有生命 需要神的灵 只能够面对我们今天 所要处理一切的难事 或者是困境 第三 这个赫西马里园的经历 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在我们的祷告 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追求 不是我们自己所期望 或者是自己希望所得到的 不是照我所愿的 乃是愿意照主你的旨意去成习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心努力情 事事的争战 我们人有我们自己的心愿 祝福给我们有健康 有财富 或者是有成功 或者是有安全 为我们的自己也好 家人也好 希望神是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呼求的需要 是不是 当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需要装假 不需要把我们的心愿 掩住不敢说出来 反过来 圣经词时是鼓励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是可以来到去表达对神的呼求 但是 这句圣经也提我们 我们不能够 把我们自己的要求 把我们自己的要求 就去期望神 是照我们的旨意去回答 因为神可能给我们的回答就是 No 你所愿的 你所求的 不是最好的 或者 你所求的 你所愿的 我会 一个相反的答案给你 这个 有时 令我们 手足无措 如果神给我们的回应 是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时候 我们如何接受呢 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 在这段讨告里 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其实是追求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渴望 我们自己的愿望 我们的所求 而反过来 是愿意我们在神的旨意底下 去屈服 去信服 甚至将我们自己的愿望 是依照神的旨意而成就 即如耶稣基督 他知道天父的旨意就是 叫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 他为人所受的一切 他自己是不需要承受的 但是他甘愿为成全救恩 是愿意神的旨意 借助他来去成就 这个就是侍奉的真体 因为我们今天人生 希望大家的目标 我们的目的 不是求神赐福给我们 去达成我们心里面所求 当然 如果神的旨意能够 这样来赐福的 我们去感恩 但是如果神又更加有美好的旨意 甚至在相反的答案里面 去承传他的美意 你愿意吗 我愿意吗 这个就是师奉神 遵行神 信服神的意思 不是照我的主意 我们只不过是仆人 我们愿意是依照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的主意去行事 好了 在结束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 以下这两句的经文 第一句的经文是 神借助撒加利亚先知给我们的应许 第二句就是 一个土门 拜位向神的祈祷 我希望大家一起 看着你在面前的荧幕 一起读出 第一句就是 主给我们的应许 一起读好吗 万君之夜和话说 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才能 乃是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撒加利亚书 第四章第六节 我现在读读诗篇143篇第十节 作我们向神回应的祷告 求你指教我 遵行你的旨意 因你是我的神 愿你至圣的灵 引渡我平坦之地 愿神赐福给每一个 遵行祂旨意的弟兄姊妹 阿们